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拜登政府在2024年底启动对中国制造的成熟制程晶片展开贸易调查,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晶片征收更多关税,这些晶片广泛用于汽车、洗衣机和电信设备等日常用品。 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正式就任前,半导体厂商担忧,后续禁令可能扩大,IC设计公司转回台湾投片的转单效应显现,近期向晶圆代工厂联电投片量加大,在集单报道下,有助于提高联电产能利用率,降低传统弹机影响。 川普在今年1月下旬重返白宫,IC设计公司开始积极储备,陆续转单回台湾,降低后续高关税的冲击。 一切表示,联电近期迎来IC设计公司的转单、集单,主要以28奈米、22奈米制程为主,应用包括WiFi、网络通讯等需求。 以联电28奈米HPC、HPC Plus技术来说,广泛支援各种组件选项,以提升弹性及符合效能需求,同时针对多样的产品系列,例如应用产品处理器、手机机频、W9、平板电脑、FPGA及网络通信IC等。 至于联电的22奈米制程技术,与28奈米HKMG制程相比,具有将晶片面积减少10%的优势,同时具备更高的功率效能比和增强的RF效能。 联电日前预估,2025年晶圆产业显现复苏,产业库存经过几个季度调整后已恢复正常,但车用需要更多时间,预计要到第二季才会恢复正常。 虽然现阶段客户保守,但研判全年晶圆出货会增加。 至于在定价方面,联电认为,即使市场供过于求,公司价格策略会保持弹性,和客户共同提升市占率, 着重在高阶智慧型手机显示器、智慧型手机射频前端模块及产品组合优化。 与此同时,日本雄本县之市穆尊静透露,台积电位于雄本县居洋艇的第一工厂已经开始量产。 这座工厂将生产目前日本国内最先进的12奈米至28奈米制成的罗机半导体,并将向索尼集团等客户供货。 据报道,穆尊静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此事。 台积电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表示12月已经按照计划开始量产。 雄本县政府指出,营运台积电雄本厂的台积电日本子公司JASM已经通知雄本县开始量产。 台积电的雄本工厂是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国内供应链而引进的工厂。 台积电与索尼半导体在2021年宣布在当地建立晶圆厂。 第一工厂于2022年4月动工,2023年12月落成,去年2月开幕,主要生产影像感测器和车用半导体等。 穆尊静说,之前已要求JASM在开始量产时与他联系,以便监测工厂排放的废水,看来生产已经正常开始,他不知道具体的开始日期。 他说,雄本县将于明年1月开始监测该工厂的废水,他们希望在1月中旬开始,将向县民报告结果。 第一工厂的投资金额约为1.3兆日元,日本政府决定提供最多4760亿日元的补助。 第二工厂预计将在2025年1月至3月动工。 台积电的成熟制程在全球扩张同时,先进晶片已经俨然成为自家的护城河。 苹果的A系列智慧型手机处理器从A7的28奈米发展到A18Pro的3奈米,拥有更多内核、电晶体和功能。 据Creative Strategies执行长兼首席、分析师Ben Badgerin报道,随着每个新节点的推出,台积电向苹果收取的每片晶圆价格更高。 因此,价格从搭载A7处理器的28奈米晶圆5000美元上涨到搭载A17和A18系列处理器的3奈米级晶圆18000美元。 Ben Badgerin指出,随着苹果A系列晶片的发展,其电晶体数量一直在增加,从A7的11个开始,到A18Pro的200亿个。 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内核和功能的数量也大幅增加,2013年,A7配备两个高效能内核CPU和一个4核GPU。 而2024年,A18Pro配备两个高效能内核,4个节能内核CPU,一个16核NPU和一个6核GPU。 苹果A系列处理器面向智慧型手机Ben Badgerin表示,它们的晶片尺寸保持相对一致,在各代产品中介于80平方毫米至125平方毫米之间。 这是由于台积电最新工艺技术推动了电晶体密度的稳步提高。 最显著的电晶体密度增加发生在早期节点,例如从28奈米到20奈米再到16奈米14奈米的过渡。 然而,最近的工艺技术N5、N4P、N3B、N3E等表现出较慢的密度改进。 电晶体密度改进的高峰期发生在A11的10奈米级N10节点和A12的7奈米级N7节点前后,增幅分别为86%和69%。 最近的晶片,包括A16到A18Pro,密度进步明显放缓,主要是由于SRAM缩放速度较慢。 然而,Ben Bajeran指出,尽管收益递减,生产成本却大幅上升。 晶圆价格从A7的5000美元,攀升至A17和A18Pro的18000美元。 而每平方毫米的成本从0.07美元增加到0.25美元,十年涨幅超过三倍。 让苹果更难受的是,除了A18和M4系列,最新一代处理器的效能提升也已放缓。 因为使用最新架构,更难获得更高的每周期指令,IPC吞吐量。 尽管如此,苹果还是设法在每一代产品中都保持每瓦效能的提升。 Ben Bajeran表示,鉴于获得IPC增益的难度加大,但即使与面积相关的成本增加, 尽可能提高效率也是可行的每瓦效能提升策略。 根据广为引用的行业报告,台积电向客户出售的晶圆不仅有可销售的晶圆, 还有不可销售的晶圆。 因此,晶圆产生的晶片数量取决于制造良率。 良率越高,每片晶圆可生产出更多晶片,良率越低,每片晶圆可生产出更少晶片。 这种基于良率的变化会影响客户晶圆的成本效益。 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部分,台积电保证在开始生产之前会努力实现一定的良率目标。 如果实际良率大幅下降,例如10%至15%,台积电可能会向受影响的客户提供财务补偿或折扣。 这些条款旨在让客户对台积电的可靠性及其高成本晶圆的价值感到放心。 作为最新工艺技术的Alpha客户,苹果有机会调整制造工艺以降低缺陷密度并提高良率。 因此从成本角度来看,该公司比其他台积电客户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此外,有传言称,苹果是台积电唯一一家按晶片而非晶圆支付费用的客户。 如果属实,这将使苹果与其他台积电客户区分开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